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代表 皮佩尔·科恩25号表示 拉法口岸被以色列关闭前 每天有约50名患者从加沙地带 转移到其他地区接受医疗护理 据此估算 自5月初以色列关闭拉法口岸以来 有至少2000名原本可以从加沙转移的患者被耽误 皮佩尔·科恩还表示 加沙地带至少有一万人需要转移到 卫生条件更好的地方就医 他呼吁重新开放拉法口岸及其他过境点 此外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5号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由于药品和医疗用品严重的短缺 加沙地带的医疗机构 能够为约1000名透析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非常有限 患者的生命面临着威胁